空气刘海搭配飘逸长发 仙气十足 范冰冰在最新电影《他杀》里曝光 难道是要复出了吗 自从去年卷入阴阳合同风波后 被判补缴高达近4亿台币剧款 如新传出将在3月复出 就是靠2017年所主演的电影《他杀》 除了范冰冰是片中一大亮点外 还有这两位人气女性 只是这样的孩子生来何用 只会白让爹娘操心罢了 包含在《如意传》中 饰演家贵妃的新纸雷 还有全是荣妃的李沁 皇后的清白就要建立在 牺牲一个无辜之人身上 然后心安理得地陪伴在皇上身边 更有大陆夯剧《欢乐送》的女主角王子文 以及大陆人气小声黄轩 演员阵容各个大有来头 让网友推测范冰冰能靠这部电影 华丽转身复出 虽然她刷原定去年就要上映 因为范冰冰逃税风波卡关 如今随着她回归演艺圈 电影也即将上档 是她回归影坛的首部新作 记得顺应礼遇海岸太阳报导